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 星光 洋洋都浪漫 烦恼 忧愁 都与我无关 这是我们的舞台 散发美丽沉赞 让汗水轻轻飘散 告诉我what's your name 接受着要紧寒 I love you 走出脚落进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 等着我 亲情要来 等着我 不要伤怀 等着我 灯火光彩 照亮天空地阴暗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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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摇摆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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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摇摆 今天怎么这么样子的怀旧 竟然听起了青苹果乐园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本绘本 叫做苹果几岁呢 那这个绘本呢 是作家夏夏所写的 夏夏呢 我觉得她是一位 还多方面的多元的作家 她除了写童书之外呢 她也是诗人 她也是散文家 以及小说家 那这个苹果几岁呢 她是由小麦田所出版的 那作者是夏夏 那插画家呢 是汤书皮 那夏夏因为孩子 有太多的问题 一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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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就用了这个童诗的方式 来迎战的不是 来记录这样的一段 特别的时光 但是今天在讲苹果几岁呢 这本书之前 我想要先跟夏夏来聊一个 我跟她都很有共鸣的话题 那就是照顾者 因为夏夏的状况 夏夏也是照顾者 我也是照顾者 可是我们两个状况不太一样 就是相比之下呢 夏夏是属于年轻照顾者 对不对 夏夏你好 没有问候 大家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是是是 对你是比较年轻的 照顾者 对我算是从 比较年轻开始 所谓比较年轻就是 我还没有生孩子 还没有结婚之前 就开始成为长照家属 跟很多人是反着走的 对 对 对那反而是 呃 我现在孩子慢慢的 像我现在孩子是小一 对 小学一年级了 那我才做完了这个长照的功课 是 那好像跟其他人相比起来 其他人好像都是先结婚生子 然后才进入到了长照的这一个功课 那我是反着修行 其实很多人都是差不多到了中年以后 才承担起长照的责任 是 那甚至于可能是都已经有一点年纪外 领到敬劳卡了 突然之间就是家里面的老父母就失能了 这样 是 可是像你这样的状况 你开始说难道不会觉得 就除了当然除了很惊慌 失措跟无助以外 难道你不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公平 就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事情就发生 确实会 因为自己的朋友 爸爸妈妈都还蛮健康的 但是我妈妈跟我爸爸相继生病 是在同一年发生 而且那一年年中 大概五月份的时候 我妈妈就突然过世了 那所以我等于是在很短时间内 我要接手照顾爸爸 那我们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 不知道说有哪些资源可以去运用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摸索了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到最后觉得 必须要把爸爸带在身边照顾 所以最后把爸爸接来跟我一起住 那照顾爸爸的起居 那我爸爸的状况是 除了失智之外 他是长期的糖尿病患者 所以就是犯前要打胰岛素 那也因此就变成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礼物啊 总结来说 我觉得照顾爸爸的这七八年的时间 刚好是台湾人从开始生病 到临终的这几年 平均的年限大概就是七八年的时间 但我觉得这七八年的时间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磨练 比如说我因为爸爸的饮食 我开始学会了煮饭 那我开始懂得怎么样照顾别人 那我也因为开始照顾爸爸的起居啊 煮饭 天天煮饭给爸爸吃啊 我不敢说厨艺好 但是至少我自己好像也越吃越健康了 对 没错 所以你就写了这一本 这本是不是你在照顾之后 所出版的第一本书叫做《傍晚5点15分》 也是由时报出版社所出版的 对这一本《傍晚5点15分》 我觉得是我爸爸送我的礼物之一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散文 在这之前我都是写诗 写小说 那总觉得写散文很赤裸裸的 要把自己的生活都坦白出来 可是我开始会想要写散文 也是因为爸爸失智 那我觉得好多事情原来不写下来 就没有人知道了 比如说妈妈突然过世了 我们问爸爸说 妈妈以前的那一道菜是怎么做的啊 爸爸也不知道 他想不起来了 那我就开始觉得说 原来很多事情我们得把它写下来 你认为理所当然 大家会记得的事情 其实有一天它会突然不见 对 那也许我现在跟我的孩子说 他们不愿意听 他们觉得妈妈就是在那边唠叨 就好像我从前对待我妈妈一样 可是也许我把它写下来 过了几年 会有人想看 我的孩子再回头看到 从前有过了家族的记录 也许对他们来说 又是另外一种祝福 所以我就开始了写散文 对 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呢 就有写了很多你的料理 对吗 对 我不敢说料理 家常菜 家常菜也是爱的料理呢 是 所以说这些菜看起来不是有多特别 但是它就是记录了你跟父亲在照顾的这个过程之中 你所付出跟你的成长 刚才一下下说 觉得照顾父母 父亲的这些年来对你来说很像个礼物 那我其实很想跟照顾者讲说 你熬过去了就是礼物 但你如果熬不过去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觉得熬不过去的照顾者 对不对 那照顾这件事情就有很严重的失衡的状况 是 可是我不觉得我算是熬过去 因为 其实我也有熬不过去的时候 那 我觉得书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 照顾已经这么累了 你怎么还有时间写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写下来了 好像有一个书发 那 除了因为书写 我觉得是 一个礼物之外 我觉得也是在照顾爸爸的过程当中 讲真的 我们现在台湾人大概18岁 高中毕业以后 就是一个离开家的年纪 想想看18岁以后 还能跟父母这么亲密的相处在一起 住在一起的时间是短之又短 那我觉得跟爸爸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 真的是让我开始觉得 我也想要有孩子 我想要有下一代 而且是在跟我爸爸在那边斗嘴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亲子关系 就是那种爱恨之间 但我觉得原来有下一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生了两个孩子 对 因为夏夏刚刚讲的是真的是真的 就是我们这些照顾者 为什么还能够继续写书 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写书 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 对不对 继续照顾的这个行程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是在讲 因为夏夏因为照顾爸爸 所以就 就是开始写书 然后也开始料理 其实爸爸不好照顾 因为他除了是一个中风的患者之外 对 他可能就是身体上比较不方便以外呢 他也因为是这个血管性中风 对 血管性失智 这我很了解 因为我妈妈也是中风之后失智 所以他们都是血管性失智 血管性失智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 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会分不清现实 跟他自己所以为的事 对于我们的记忆是很片断的 在这个部分你有受伤的感觉吗 刚开始 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最 我觉得不到 应该不是说受伤 而是很折磨的事 因为我刚刚讲到说 我爸爸失智跟妈妈过失是同一年 对 所以其实照顾爸爸的每一天的每一刻 爸爸都在问我 妈妈走多久了 所以他知道妈妈走了 他知道妈妈走 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打击太大了 可是他不停的问我妈妈走多久了 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写到 我从一开始妈妈走的悲伤 到后来的麻木 因为一天不断的 每十分钟每五分钟就被问 就要回答一次 最后我真的是带着愤怒的告诉他 妈妈走了多久 然后那种妈妈走的悲伤 已经变成一种折磨了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 因为失智症带来的 我觉得不算伤害 但是是一种折磨 对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他一直都是妈妈在照顾爸爸 爸爸失智了一段时间 那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都在国外 住村啊 什么的 结果妈妈因为肺腺癌很快就走 然后所以他是没有出嫁的女儿 所以他就变成跟爸爸住在一起 他就住在楼上的阁楼 爸爸在楼下 还有外籍看护在照顾 可是每当他回到家 晚上半夜心力憔悴 他想睡觉 或天快亮一些 他爸爸就会走楼梯上来 他的阁楼用力敲门 然后大声问他说 你妈咧 你妈咧 你妈去哪了 他就说 妈妈走了 走了 他去哪 怎么带我走 妈妈死了 就是很崩溃 怎么会是啦 爸爸就大哭 他说他每天 他爸爸都要来他这里 大哭一次 哭到后来 整个神经衰弱 只要听到他爸爸 爬楼梯的声音 他就觉得内心在发抖 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体会 刚才夏夏你讲的那种感觉 这本来是一件 很悲伤的事 可是到后来 他变成一种 不知道如何言说的痛苦 对 对不对 一次又一次的 是 好来 我们来讲这个 来日方唐 这个名字举得很可爱 这个这本书 我们其实之前子萍 有帮我们在这个推荐 每个月的推荐书里面 有特别介绍过这一本书 那你是把来日方唐 改成来日方唐 这真是一个巧思 对 来日方唐这一本 其实写在傍晚5点15分之后 对 那其实我在写的就是 疫情这一段时间 其实它蛮长的一段时间 虽然真正的大家隔离的 大概就是几个月的时候 对 但是其实前前后后加起来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改变不小 那在这其中最大的影响 应该就是对我来说啦 就是爸爸也在这一场疫情当中 确诊 然后过世了 那我觉得 所以这一本对我来说 有点算是第二集吧 傍晚5点15分的第二集 然后好像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也给各位关心我爸爸的读者们 一个交代 就是爸爸最后在 疫情这一波离开 那我跟姐姐都常开玩笑说 奇怪 爸爸怎么赶上这一波流行呢 何必来赶这一招流行呢 是 所以这本书呢 也在2020年的 Open Book年度好书奖里面 获奖 是 对 所以这一本来日方堂 还有刚才我们介绍 这个傍晚5点15分 都是推荐给我们 幸福哈列车的朋友们 现在呢 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是安妮朵拉所演唱的 虞说 雨说就在海的另一边 有一片蓝天 又宽阔的冬天 阳光花开第一道光线 下过雨的瞬间 湿的草原 等待河流的怀眼 流过你心脏的左边 等待很久的时间 流过你耳边 流口你的脸 任何一档最后 受限 若不舍叶子的缺绝 怎舍得让下一次轮回的语言 可念轮得却 让长文浮现 静静的看大地的容颜改变 我们在色索的冬夜 轻轻摆下第一颗种子的誓言 它开除了花 开除了天 也开除了世界 等待河流的怀眼 流过你心脏的左边 您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此刻呢 拿在我手上的这两本书 是作家夏夏所写的童书 有一本叫做苹果几岁呢 一本叫做一只猫会有多少问题 其实不管是苹果几岁呢 还是一只猫会有多少问题 它都是以一个问句的方式成绩 所以也就是说 这就是夏夏在疫情期间那时候 好像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不是学校就停课了吗 所以你的孩子都在家里 而且我觉得他们正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很想问问题的时候 对 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停课 再加上还连着暑假 所以真的是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小孩 虽然学校都会有规定 可以线上上课 但是因为孩子太小 不想让他们接触3C 所以完全就是自己带孩子 那每天就是被他们的问题考打 小孩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那我就被问着问着 我就突然想到 有一个诗人跟他们一样爱问问题 那个人就是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 聂鲁达 他在他世事前写了一本诗集 叫做疑问集 那这本疑问集 这本诗集很特别的是 他里头的每一句诗句都是问题 对 所以我就从这里面挑了36句问句 把他们当成诗的题目 写了36首同诗 对 对 来回应聂鲁达 也来回应我的孩子 所以我就说现在你很不容易 通常妈妈这样子 不断的被问句袭击的时候 就是俩公了 崩溃了 对 你竟然还可以写诗 感觉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啊 呃 其实心情是一样的 我都有俩公 也有崩溃 还有叫他们闭嘴 不要再问了 或是我会跟他们说 从现在开始 五分钟不要跟我说话 但我是趁着他们睡觉的时候写 因为妈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陪睡觉 妈妈不睡 小孩就不睡 对 可是我们哪有那么容易睡着啊 所以我常常就是在陪睡的时候 躺在他们旁边 假装睡着 对 那其实我心里就在想 我要写什么诗 哇 对 我就会爬上床之前呢 先想好说 今天要写哪一首诗 把那个题目先想好了 然后就躺在他们旁边假睡 然后就一边在脑子里面写诗 对 那等他们睡着了 我就赶快爬下床 把他写下来 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对一个作家来讲 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以前 有在谈到说 下家就是非常典型的三明治型的照顾者 对 你上面要照顾父亲 那底下又要照顾孩子 是 而在这个夹在三明治里的人 并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 对不对 就是你还是出了这么多的书 然后这么多不同的类型 是 我很喜欢这本诗集 这本同诗集 就是一只猫会有多少问题 因为你一方面回应孩子的问题 一方面又可以跟诺贝尔讲的 这个得奖的诗人聂鲁达 做出一个交谈 因为每一首诗的题目 其实都是聂鲁达的 那个疑问集里面的句子 对不对 都是他的诗句 OK 好 比方说 你可以为我们朗读一下吗 比方说蝴蝶什么时候会阅读 他飞行时写在翅膀上的东西 好 我来读这一首 蝴蝶什么时候会阅读 他飞行时写在翅膀上的东西 今天的天气晴朗 山谷里开满我最喜欢的小厨局 白色和黄色的花瓣 在风中像铃骨一样 一边摇晃一边打拍子 我忍不住停下来欣赏 张开翅膀 吸收太阳满满的力量 不是为了飞得更远 只想要自在飞舞 我把这些事 仔细地写在日记上 天气不好的日子 不能出去玩 就读一读我的日记 好像又听见铃骨的声音 心情超级棒 拍照 很厉害 很好 很可爱的诗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 大人也可以乐在其中 然后小孩子也真的可以听得懂 是 那这一本总共有三十六首 其实我们把它分成四个章节 是依照阅读的理解能力来分的 所以他跃到后面呢 其实聂鲁达这一本疑问集 他接触到很多折思问题 比如说对时间 对于大自然跟人的关系 都有一些探讨 所以有一些比较困难理解的 我们把它放在诗的比较后面 实际比较后面 所以其实到了大一点的孩子 他也都是可以阅读 那也有很多的空间 让亲子去做讨论 对 而且他的插图也很漂亮 对啊 也要介绍一下这个插图 插图是从日本学画画回来的蔡美宝 对美宝是一位非常可爱的插画家 那他替这一本诗集 真的是花了非常多时间 画了三十六幅画 因为其他的绘本都是有一个主题性 所以其实只要想好一个元素 发展成一本书 但是因为这一本诗集 是三十六首不同的诗 所以他就要想三十六个主题 对而且真的是每一首诗都有配图 对每一首都配图 很用心 所以这整本书也是一个全彩的作品 完全全彩 对 这个真的是 物超所值 所费不知可是才卖了三百八十元 才卖了三百八十元 没错看到重点了 对真的真的 就是可以当成三十六本书来买的 真的真的没错 好那这本书呢 是由麦田出版社所出版的 是麦田还是小麦田啊 麦田他们出版童书的书系 叫做小麦田 小麦田 其实意思是一样 OK 好那除了这个就是 这一本诗集 除了有特别针对孩子们的一些问题 然后用诗来回答之外 我也注意到这一本诗集 其实很环保 可以这样讲吗 很动保或者很环保 很爱护这个地球 因为里面有谈到很多像燕子啊 蜜蜂啊 然后各种的动物啊 然后这个跟骆驼啊 乌龟啊 跟这些动物产生一些对话 也让孩子可以用一种更正确的方式去 跟我们的大自然产生一些善的连结 对不对 所以是特别有这样的想法要做吗 当然在选诗的时候 因为其实聂鲁达的那个疑问集内容非常多 那我当初在挑的时候 当然动物相关的题材 是最容易跟孩子对话的 那所以在挑选的时候 当然也有这样的想法 比如说里面有一首是谈到蜜蜂的 那就借由这个蜜蜂花的消失 来谈环保这件事情 我们待会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陈启珍所演唱的 最初的起点 而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作家夏夏 夏夏写散文 写诗 写小说 而今天我们在聊过她的两本跟照顾有关的散文集之后 我们要来聊聊由小麦田所出版的 《一只猫会有多少问题》 这一本同诗 那在这本同诗里面 夏夏我觉得是别具巧心的 在跟孩子不断的问答的过程中 又用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诗人念 《鲁达的疑问集》里面的句子 来做一个每一首诗的题目 所以我觉得它这整个结构就变得很精致 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 我有跟夏夏聊到说 我有读到一首同诗 我有点感伤 有一种中年人的感伤 虽然你们写给小孩看的 我这个中年人为什么这么有感觉 那这一首诗的题目是叫做 《世上可有任何事物》 比语中尽职的火车更忧伤 那同样我们也要请作者本人夏夏 来为我们朗读一下这一首诗 好那我想先分享一下 这一句诗啊 其实是我在二十几岁读 《念鲁达》这一本疑问集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的句子 所以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说 这个句子孩子真的懂吗 可以放进来吗 但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一句了 我觉得一定要放进来 好那我现在来朗读 好的 《世上可有任何事物》 比语中尽职的火车更忧伤 有时候我是一只脱队的小蚂蚁 朋友们都不见了 只有我孤单的玩着敲敲板 有时候我是一只迷路的鸽子 找不到飞行的同伴 只有我寂寞的寻找回家的路 有时候我是一节火车车厢 其他的伙伴已经排成长长的一列火车 轰隆轰隆出发去了 只有我伤心的被留下来 有时候我是一颗小雨滴 从天上落下来 不过哪怕只剩下我 也要快乐的为人们喜去忧伤 你知道最好的就是你的后面 怎么可以给他写的这么乐观 怎么可以给他写的这么正像 对因为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会独立 对真的 对因为孤单是人生最大的课题 孤单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 对不对 是 对那小朋友 我们小的时候会觉得 我只要一直跟朋友玩 一直跟朋友在一起 一直让爸爸妈妈不要睡觉 陪我我就不孤单 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孤单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 对但是孤单常常也可能是最好的祝福 可以让我们写出很多好东西来 没错没错 真的你如果不孤单 你就写不出好东西 对 对下下的体验就是这样 我的体验也是如此 没错 好我们先插出来讲一下 虽然我真的很爱这一本 但我要先把它放下 我们先插出来 来请下下聊一下 苹果几岁呢 我觉得这一本很特别 因为它有很多很美的图画 那里面的字其实很少 是 这个你是设定是多大的孩子 可以阅读的 你的安排是怎么样 苹果几岁呢 其实刚才主持人 已经非常眼尖的发现了 他之所以字少 其实他也算是一本绘本同诗集 对 就是我们希望用绘本的形式 来让孩子接触到同诗 那毕竟同诗 诗的阅读是 比较多人会排斥或恐惧 或是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 但是希望透过大量的插图 然后让这个同诗的部分 可以更柔软的 让大家可以阅读到 所以苹果几岁呢 它其实算是一本完整的同诗 那这一本书当初设计的时候 觉得好像只给大家读一首诗 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才会设计一个书中书的方式 那这整本书谈的是关于成长 除了苹果几岁呢 里面还有一本书中书 叫做我的秘密日记 这里面有好几首诗 对 里面有好几首诗 所以可以算是 也是无朝所知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苹果几岁呢 你真的想要表达给孩子的是什么呢 这个苹果几岁呢 这句话听起来就很无厘头 这句话其实 很像小朋友会问的问题 这就是我儿子问出来的问题啊 他就有一天 在他学会讲话以后 就突然问说 苹果几岁呢 那我就傻眼继续喂饭 那我就把这句记下来了 对 因为我觉得好有趣哦 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去想 但孩子会去想到 所以我就从苹果几岁呢 开始一路发展 关于各式各样的事件 物事 他有几岁 有些东西是会消失的 有些东西是会不见的 比如说灯光 比如说影子 那投射影子的物体 它本身是几岁 影子又是几岁呢 其实想要借由这样子的问答 来让孩子 其实甚至是大人去思考 关于生命 关于我们生长的岁月 以及我们跟这些自然啊 我们身边的人 家人 还有物品的关系 那对于孩子来说 希望它是一本思考成长的书 所以我们在书中书里面 就放了几首 跟成长有关的 比如说孩子想长大 想要做的事 孩子对于生日的期待 以及孩子对于长大的发现 对 它本来可能只是一本 很普通的 就是讲这个孩子的一些 很奇妙的问题 但是因为是诗人写的 诗人写就不一样 所以就会出现像是 车子几岁呢 开得很快的车子几岁呢 通往远方的道路几岁 远方会是几岁 你知道这个就已经是诗人会写的东西了 那就不是一般的写童书的童书作家 会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隐藏了你 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 是 对 就是我觉得有了孩子以后啊 其实就是激发我写童诗 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写诗 因为以前我自己是写 现代诗 对 但是好像有了孩子以后 有了一个具体的对象 但我觉得孩子他们不一定只能念一些 就是很直白的 很直观思考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他们比我们更像一个哲学家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些好像有点无厘头 或是有一些不知所云的问答 对他们来说 其实更加的理所当然 那像像你会在家里面 跟孩子做一些练习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会带着他们自己去写自己的同事吗 我如果写完诗 我会念给他们听 那他们就会给我评语 还给你评语是不是 就他们就会说 很棒或很高兴 那通常他们的评语都是说 为什么都写哥哥没有写我 然后或是哥哥就说 为什么写弟弟没有写我 两个男生 对 然后两人就会开始吵架 说妈妈写谁比较多 那我就说 好那我下次会写你 就变成这样 所以连写诗这件事情 大家也要看公平不公平 对 对 也要看公平不公平 那像这一首诗 苹果几岁呢 是弟弟问出来的 可是书里面的字 就是我的秘密日记 那几个字是哥哥写的 那弟弟就觉得很不服气 我也要写 我就说 可是你就还不会写果字啊 然后他就硬要写注音 叫我拍下来 说之后宣传的时候 要给大家看 我也会写字 他们两个现在都是各几岁呢 一个是小一 一个是大班 哇 小一跟大班耶 所以他们两个的年龄相差 是蛮近的 对 就差一岁 所以真的也会很厉害 对 对 真的很厉害 但是就是 他们对妈妈写的东西 他们就会很有反应 那当然 我也会看到孩子的成长 比如说以前他有兴趣的诗 可是再念一次给他听 可能过两三年 他就会说 还好 那我就发现说 他长大了 真的 题目换了 然后原来我的写作 就是可能 也要随着他一起长大 就是可能 以前的设定对象是 幼稚园的孩子 那随着他进入小学 我要开始改变 不一样的写法 这样子 对 所以将来等到他们更大一点的时候 比方他们念到了国中 会念到高中的时候 你会开始动手去写那种青少年的诗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 就叫他们自己写就好了 叫他们自己写呢 妈妈太累了 好 前面呢 你曾经讲过说 在照顾父亲的七年的 那个岁月里面 回头去想 你会认为说 这好像是你得到的一个礼物的感觉吗 那你也是在成为照顾者之后 成为了母亲 然后要照顾两个更小的孩子 你觉得在这个三明治的照顾者的过程之中 有没有曾经令你最心力焦脆的时刻 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每天都心力焦脆 每天 每天都觉得 都会有一刻觉得 我今天真的很不想煮饭 我想要直接躺在床上 因为对我们来说 回家不是坐在沙发上休息 回到家里是马不停蹄的 必须一直一直坐着家务 然后到终于做完所有的事情 躺在床上 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心力焦脆 但是你又怎么样来诠释 你成为一个母亲之后 两个儿子来到了你的生命里面 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觉得这个身份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 虽然他们每天都让我崩溃 而且是两个非常精力旺盛的男孩 可是我觉得从他们身上让我学到很多 然后也因为有了他们 让我更加可以 真的就像老话说的 可以了解过去我的父母 他们的心情 那我就虽然现在没有机会再跟父母说话了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跟他们的相处 或是我对他们的付出 好像某一个程度是在回报我的父母亲 就是从前我可能不知道 要去跟爸爸妈妈说谢谢 但是现在我理解他们的苦心 然后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去陪伴我的孩子 那我知道 我在天上的父母亲知道我这样做 他们一定会以我为荣 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 已经会有一点疑惑 就是怎么都没有听到你的另一半 很多人都会说 到底在我们的照顾的过程中 另一半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会怎么诠释这个角色 我先生是我在照顾爸爸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支柱 太好了 对 因为我跟他交往的期间 他就说他几乎没有牵过我的手 为何 我永远都在牵着我爸爸 我们两个约会的时候永远是三人行 你还把爸爸带去约会啊 我们从来没有两人约会过 天哪 永远都是我带着爸爸 然后他跟着我们 对 所以他没有牵过我的手 然后后来我们结婚以后 跟先生住在 跟先生爸爸住在一起 那我先生常常就说 你爸爸比你好相处 那我就知道说 他是很爱我爸爸的 真的 他很喜欢我爸爸 他到现在还是会怀念说 哎呀 以前跟你爸住多开心啊 多开心 他很快乐 真的是太好了 对 虽然说这段路 其实走得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命运给你安排的 也算是一个还蛮慈悲的道路 哦 非常慈悲 非常慈悲 真的 真的 对 所以我们也期待你走过了这些 已经修完了课程之后 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并且能够继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不管是写给孩子看 写给大人看 写给孤独的人看 或是写给快乐的人看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 来到我们的幸福哈列车 那我们要选的这首歌 是棉花糖所演唱的 陪你做梦 下一个阶段进行的是朗读专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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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这夜里陪着你仰望着星空 在你最需要温暖是很温暖的歌 说一个奇幻的故事带着你远离了伤痛 泪泪的海面折射出了光鲜 做一个美丽的梦 一起黄黄的走过 每个重要时刻 生命转折都紧握着手 做一个绽放的梦 尽管有事也匆匆 明个灿烂片刻 生命交托都不再放手 全世界从不曾听心 说起来也还算公平 我就是喜欢你是你 最独特的你 大声唱的那首歌曲 依然还溃荡在耳里 我们继续唱 就拥有了勇气 做一个美丽的梦 一起缓缓的走过 每个重要时刻 生命转折都紧握着手 做一个绽放的梦 尽管有事也匆匆 每个灿烂片刻 生命交托都不再放手 今天的朗读专车 要为您朗读的 是我自己的作品 《永远不回头》 这是收录在 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我的新书 多谢款待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 是欢喜悲伤 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 如果是倾尽来我的世界 稍作停留 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 我会想陪你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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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 是欢喜悲伤 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 如果是倾尽来我的世界 稍作停留 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 我会想陪你愁 父亲的狮子头所需要的腌料很简单 搅肉 洋葱末 蛋 酱油 酒和少许的水 他将肉和洋葱 放进大碗中 加入蛋液 缓慢地搅拌着 一边将调味料 徐徐加入 看他端坐在那里 气定神贤的姿态 真的有一点像一代宗师 最后的最后 则要放入另一切食物 瞬间提味的宝物 味精 一般人 撒上少许也就够了 宗师用一种天降甘霖的手势 撒味精 可以听见 沙沙沙沙沙 利落的声响 沙沙沙沙 什么 味精对身体健康有害 宗师已经96岁了 身强体壮 咽血报告几乎没有红字 沙沙沙沙沙 味精吃多了掉头发 总是头发浓密 黑发比白发还多 那些江湖传说 都只是自寻烦恼而已 狮子头 其实不是真正的头 而真正的头 也自有爱好的人 小时候 妈妈教我吃鸡头 剥开头骨 挖出鸡脑 对我说 看看 这像不像勤快啊 双手绑在背后 跪在地上 低着头认罪的样子 外婆跟她说 勤快害死岳飞犯了大罪 她被小鬼追捕 无处藏匿 只好藏进鸡头里 我盯着那个小小的脑人看 竟还真的看出了几分神似 于是一口咬碎 带着点为民除害的正义感 笔记小说中 记载了关于鸭脑的故事 说的是一个富有的名士 特别爱吃鸭脑羹 每日总要来上一碗 因为炮制一碗鸭脑羹 需要许多鸭 为此大量屠杀 并将羽毛和吃不完的残枝 埋进后院 日积月累 某天 民事来到后院 赫然见到平地起了一座小山坡 竟是鸭肿 这才明白自己的杀戮太重 凡然悔悟 从此戒掉了鸭脑羹 我的朋友很爱猪脑汤 我对脑类没有特别的爱好 但是鸭脑汁浓郁的鸭头 啃笋起来还挺有滋味的 鸭头里最好吃的部位 应该就是蛇头了 因此老天鹿这类的老店 鸭鸭蛇的销路特别好 有一年去大陆出差 遇到一个爽利的川妹子 她盛情邀约我们去四川 啃头 麻辣丫头吗?我问 咱们的兔头特好吃了 兔头 我的眼前 立刻浮起了隋唐 在电影里的经典片段 看着周迅大嚼兔肉 她濒临崩溃的嚷嚷着 怎么可以吃兔兔 兔兔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 在咱们成都啊 夏天到了 把脚泡在溪水里 一边啃着兔头 哎呀 真是最棒的享受了 川妹子眯着眼睛 沉浸在她的极乐之下中 我却听见自己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那个兔头有耳朵吗? 没有!耳朵啃起来太不方便了 可能因为我的问题不太专业 川妹子于是示范了啃兔头的标准步骤 麻辣辛香的兔头 上下额扳开 差不多一百度 把嘴伸进兔嘴 狂损兔舌 哎呀令人销魂啊 我微微发颤的问 这是跟兔子声吻吗? 哎!没错!咱们四川啊 就是把声吻叫做啃兔脑壳 川妹子笑得乐不可知 兔头 至今还没有勇气尝试 养了猫就更不想试了 有时候猫咪过来磨蹭 用头抵住我的头 我下意识地亲亲她的脑门 突然想起了啃兔脑壳 立刻抽开身子 猫咪也像感知到什么似的 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感谢您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下礼拜见了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脸上 两个爱表情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纵然等着你眼睛 你不答应 我要向你请求 绝不会醒 纵然显着你罪窗 你没回应 我要向你恳求 绝不伤心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绝不伤心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绝不伤心 给我一个吻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给我一个吻 敷衍也可以 飞完表示甜蜜 我一样感谢你 一样感谢你 一样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